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 他建议以色列总理班奈特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耶路撒冷进行会谈 并且表示以色列可以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 根据以色列12频道报道 泽连斯基昨天对记者表示 耶路撒冷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停火谈判具有建设性的地点 他说道 上周与以色列总理班奈特通话时告诉了班奈特 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白罗斯举行的会议没有建设性 他积极地推动班奈特调解结束战争 在乌克兰总统发表声明数小时之后 耶路撒冷官员表示 以色列并不意外乌克兰总统提议在耶路撒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而且普京正在考虑这样的提议 以色列正在观望俄罗斯总统会做什么 不过现在评估该提议实现的机会还未是过早 而在传出乌克兰总统提议在以色列进行乌俄会谈之后 又传出最新消息 乌俄谈判似乎有了重大的突破 苹果日报综合报道 乌克兰代表团成员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科受访时表示 乌俄进行第三轮谈判之后 双方以视讯方式开展了系列的沟通并且成立工作组 目前双方已接近就签署相关协议达成的妥协 波多利亚科表示 双方提出了多种解决冲突的建议 对乌克兰而言将签署的协定中包含双方停货 俄罗斯撤军签署和平协定 修复乌克兰境内受损基础设施等等原则性的立场 最重要的是使乌克兰获得安全保障 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 波多利亚科说明 乌俄双方将签署一份全面和综合的协定 目前工作组正在研究相关方案 并且在法律层面进行讨论 最终的协定文本将会由两国总统签署 他说在就有关键立场达成一事之前 双方不会透露谈判的细节或者作出解释 虽然今天传出乌俄谈判有显著进展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消息 却似乎不是那么的乐观 法广纵回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萧茨 3月12号再次的共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 来自法国总统府的一位消息人士 在通话结束之后 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道 普京的心态依然坚定 决心在乌克兰实现他的目标 根据了解 此次三方领导人的通话 时长大约为一个半小时 消息人士表示 马克龙对普京在电话中的不真诚感到失望 根据克林姆林宫发布的消息 普京在通话中指控乌克兰军队中的民粹武装分子 公然的侵犯人权 这其中包括非法的暗杀反对派 绑架平民 并且用他们作为人体盾牌 以及在居民区医院和学校等等地方部署中武器 普京在通话中呼吁法国与德国向基辅施压 杜绝这种行为 法国与德国则是表示 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军队严重侵犯人权是谎言 尽管男友共事 但马克龙仍然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 包括协调制裁 禁止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 以及进行继续进行坚定和坦诚的对话 欧盟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引蓝子制裁措施将会在下周波罗塞尔讨论 其目的是制裁俄罗斯军队最近在乌克兰的行动 对马里乌波尔的围攻 以及俄罗斯军队严地捏薄荷的推进 法国总统府表示 制裁的目标是要把普京推到墙边 法国方面补充道 我们正在向普京施加最大的压力 让他停止战争 我们不会对此放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引发不少国家对俄罗斯祭出严厉的制裁 但东南亚国协至今没有明确地提出谴责 东南亚国协的11个会员国 有大多数在3月2号与联合股大会的一项决议案投下赞成票 谴责莫斯科入侵乌克兰 并且呼吁恢复和平 而其中只有越南和辽国 两个俄罗斯的长期盟友选择弃权 除表态谴责之外 目前东南亚国协只有印尼对乌克兰现况表示关注 以及新加坡祭出了明确的经济制裁 此外多数的东协国家都还是保持较为中立的立场 并没有强硬地指责俄罗斯 阳广报道 东协的不表态主要是源自于要避免中国与俄罗斯的加速结盟 NBC新闻台引述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印度巴基斯坦与南亚资深研究员米勒指出 小型亚洲国家非常担忧中国的侵犯 他说 这些国家担忧的是根本上会将俄罗斯更加的推往中国靠拢 不过随着战事拉长 菲律宾方面终于在近日有了新的表态 根据美联社报道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亚尔德斯3月7号表示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恶化并且使得美国卷入战斗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将会准备 根据1951年的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向美国军队开放菲律宾的设施 报道指 罗姆亚尔德斯介绍道 杜特蒂总统是在最近与玛尼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相关言论 他还对正在发生的俄乌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表达关切 菲律宾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 并且对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谴责其入侵决议投了战争票 该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刻的停止对乌克兰的攻击 并将所有俄罗斯军队从该国境内撤出 罗姆亚尔德斯还谈到 他了解到乌克兰已经呼吁包括菲律宾在内的许多国家 停止与俄罗斯做生意 但是他表示不知道这一要求是否已经正式地转达给玛尼拉 本周与美国官员会晤的另外一个话题 是拜登邀请东盟国家首脑参加3月28号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 罗姆亚尔德斯说 76岁的杜特蒂可能会跳过这一次的活动 因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 也因为峰会将会发生在繁忙的菲律宾选举季节 西方多国持续对俄罗斯祭出经济制裁 其中精准打击精英阶级的做法 被认为能更有效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欧盟各国近来纷纷制裁俄罗斯的富豪 现在已经有多人被抓以及财产遭到没收 11号意大利当局没收了俄罗斯亿万富翁 安德烈梅尔尼琴科 价值5.8亿美元的超级游艇 这是欧盟就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 而采取的制裁行动的一个部分 遭到没收的巨型游艇名叫A号 是2015年在德国制造的 外形类似于潜艇 是世界上最大的豪华游艇 另外意大利政府在此之前 还分别在西北部港口城市圣雷默市 以及英佩里亚市 拘捕了另外两名俄罗斯富豪 根纳迪·蒂姆·琴科和阿列克谢·莫尔达少夫 并且也没收了他们的豪华游艇 欧盟委员会就拘捕梅尔尼琴科 原因作出解释道 他是属于俄罗斯商圈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密切 同时他还是在2月24号 与普京会面的37名商界代表中的成员 他们开会讨论了西方制裁影响 欧盟的声明中说 他受邀参加那次会议 本身就显示 他是普京最内圈的人物之一 显示他支持并执行了破坏 或者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 主权与独立的行动或政策 破坏或威胁到乌克兰的稳定与安全 声明还说 这些富豪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实质性的资金来源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至少有5艘俄罗斯巨富的超级游艇被没收或者冻结 目前俄罗斯富豪们可说是人人都惊慌失措 只能看着自己的身家不断缩水 都想要找到地方可以藏钱 否则自己的财富就会跟普京绑到一起 到最后可能会落得一穷二白 彭博报道 就连号春中立的瑞士银行都已经配合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如今还剩下一个地方还没有被列入各国的搜查范围 那就是部分国家的自由港区免税仓储 这可能是俄罗斯富豪最后藏匿财产的地方 免税仓储通常设立在机场附近 存放的物品被视作不会进入当地 所以只要付出高额的保管费就不用被检查 也不用缴纳关税 被视作是有钱人证实摆放艺术品等等贵重财物的低调好地方 虽然设立自由港区的国家都有管理规则 不过宽松不一 而且通常并不需要以个人的名义存放 可以是投资机构 境外公司 或者是俄罗斯富豪所设立的空壳公司 因此俄罗斯富豪受到制裁之时 原本就已经存在自由港区的财物更不会被移动出来 甚至有可能会再将从其他地方的贵重财物 转移藏到相关的仓储区 不过各国也了解此般的手法 俄罗斯富豪是否真的可以借此手段躲避制裁 可能还很难定论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国际知名社交新闻网站Reddit上 最大的中文社区冲浪TV板块 本月初突然遭到永久封禁 依次与他们发起大翻译运动 将中国网民主战轻恶的言论翻译成外语 以及给乌克兰捐款有关 关注人士担忧 中共舆论管控长臂深至海外 不过平台消失 并没有抹去组织者的动力 目前有许多人转战推特 或者个人持续进行中国人言论翻译工作 德国之声综合报道 相关成员表示 自己这么做 是希望能够让更多国家的人明白 中国人并不是和中共大外宣中的形象一样 热情好客温良 而是骄傲 自大 民粹主义兴盛 残忍 嗜血 毫无同情心的集合体 而他的目标 期盼 则是希望全世界深具华人血统的人们 能够脱离这些负面的情绪 真正的与文明世界融合一体 为自己的愚昧而感到羞耻 即使翻译组的成员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但翻译的过程中看到的充斥着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 也常常让他们身心俱疲 有成员直言 观看相关内容 心情真的会非常糟糕 看到很多影片与图片 让他哭了好几次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自己根本就没有学过中文 这样就不需要看懂里面的内容 而现在相关的大翻译运动 有获得外界部分的支持 也有反对的声音 有人觉得这样的运动太过偏颇 因为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人 在网络上也有性别歧视言论 偏激言论 好战言论 为什么只针对中文网络上的言论 有人觉得英文媒体 特别是近两天 多家西方媒体纷纷撰文 寄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的亲恶言论 是在扫题大做 不关注俄罗斯的侵略恶行 反而却责备中国的网民 有人担心 这样的言论传播开来之后 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印象会大打折扣 可能会加剧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有的人则是纯粹地认为 大家都是华人 家丑不能外扬 对于相关顾虑 接受采访的翻译成员表示 并不担心 因此引起其他国家人仇是亚裔 因为文明世界的人们 是具备逻辑思考能力的 会将个人与群体区分开来看待 只要我们的个人行为表现出较高的文明程度 那么其他国家的人会非常的乐意 与我们交往 另外一位成员则认为 发现了问题就需要揭露 而不是去隐藏 他认为俄罗斯 中国官媒的假新闻 宣传战对澳洲移民社会 国家安全的影响 关注相关问题的意义 大于所谓的对华人社区的声誉影响